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往受飓风菲奥纳打击最严重市区 亚当斯在社交网站表示 今天与救援组织Somos Care 一同向受风暴影响的居民 分发了食品 建筑材料和其他急需的物资 在到访多米尼加前一天 亚当斯连同多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 也前往了波多黎哥视察灾情 并表示波多黎哥是纽约市的第六个区 承诺将全力支援 市府工作人员将留在当地 帮助居民填写联邦警级事务管理署文件 以获得救济 市府官员表示 市长的到访确实为当地人带来很多希望 并且提供了食物和饮用水等基本必需品 代表团也到访了卡波罗霍 大约一半地方仍然没有电力 此外 目前有五分之一的波多黎哥人 仍然缺乏供水服务 市府还将成立网站 帮助支持当地救援工作的纽约人提供资源 交通维权组织乘客联盟 周日在布鲁克林举行集会 呼吁MTA重新启动六分钟服务活动 要求所有MTA公交车和列车提供更快级服务 乘客联盟政策和传播总监博尔斯坦表示 目前有超过一半的地铁线 在繁忙时段是以六分钟间隔运行 将该服务要求扩展到所有公共交通工具 是完全可行的 要求州长霍储对公交车和列车服务 进行有针对性的州府投资 博尔斯坦说 州府投资可以分阶段实施 通过投资大约2亿元的运营资金 纽约将实现一个更高效 更便捷的公交系统 根据乘客联盟的数据显示 公交车一般每10到15分钟一班次 交通繁忙时段等待时间从20到45分钟不等 甚至会出现更多突发延误 MTA主席利博回应说 开展6分钟服务的成本很高 加上新冠疫情后乘客减少 导致MTA出现结构性赤字 如果客流量在短期内 仍未恢复至新冠疫情减水平 联邦的救助资金将于几年内用完 利博说 为乘客提供一个更便捷的服务 一直是当局的愿景 但首先必须解决预算问题 纽约市七个学前教育非盈利机构及团体 日前发表联合声明 指控市教育局拖欠学前教育项目的数百万元报销款项 并警告 如果情况持续 将有大量幼儿失去学前教育机会 纽约日托委员会和纽约儿童公民委员会等七个非盈利机构和团体 指控市教育局拖欠百万元的早教项目报销 项目负责人不得不借贷支付员工工资 部分早教中心已濒临倒闭 呼吁当局立即采取行动 否则将有成千上万低收入家庭的幼儿将失去学前教育机会 目前全市约有1400多个学前教育业者与市教育局签约 根据统计 已有41.2%的学前教育机构 无法按时支付员工工资及供应商的费用 市教育局发言人苏美回应 前任市长白思豪实施的3K4O免费学前教育项目有缺陷 加上新学年入学率下降 签约业者本身就面临着合同流程问题等等 导致付款延迟 州主机长办公室说 3K4O项目预计今年花费4.7亿元 按照接下来的年度投资计划 到2026年将面临3.76亿元的资金缺口 纽约市警的最新数据显示 长岛铁路的重罪案比去年同期增长73% 为确保列车员与乘客安全 MTA将组建专门的铁路巡逻小组 数据显示 今年1到8月 长岛铁路的重大罪案包括谋杀 强暴 抢劫 重攻击 盗窃 重窃在内 共78起 比2021年同期增长73% MTA警长莫尔勒表示 为确保列车员与乘客安全 名为铁路巡逻小组新队伍将由60名现有警员组成 并全职负责在长岛及北方铁路上巡逻 在清晨5点 从长岛上车直至纽约市的终点站 在晚高峰时期再回到长岛 巡逻队伍将从车头及车尾上车 并汇合至车中间 必要时也将在月台同时派遣警员及警犬助手 尽管铁路罪案上升 但仍有不少乘客对铁路感到相对安全 一项针对长岛铁路乘客的最新调查显示 乘客对于列车的满意度为81% 对于出发地站台的个人安全达75% 但是针对目的地站台的个人安全满意度仅为51%